字幕提供 《溫習溫用瓏路》 有什麼忙合幫助自己? 因為考試期間 半天就可以放學 回家後 吃完飯後開睡一小時午覺 充電 再回玩溫習 大腦記物品真的會停泛很多 還有因為考試我會提前一個月的時間去開始溫暑 然後那個腦袋其實記的東西是很難擠在一起 但是其實因為溫過的東西 怎麼都會有一點殘留在記憶裡面 所以再去回饋的話 就會發現很多東西都記住 所以我覺得暫時來說 那個過程我覺得都還算得心認受 希望之後都會更佳 其實我不知道是不是對自己很高的要求 考完試我就要立刻去自修 我會吃東西的 吃午餐然後就繼續 然後去到晚上就停手 什麼都不要做 之後就睡個靈餃 然後就起床 然後就考 我是寧願被搶光 才再給自己去安心睡覺 因為我想每個人都有他的溫習的方法 我想這個是好 但是有時候我是可能逼自己逼得太多 所以我很累 我有時候現在 尤其是現在這個時刻 我是腦袋有點亂 我都是好像他這樣 我都是我喜歡搶光自己才休息的 如果不然呢 你休息你休息得不舒服 就是會休息得很心掛掛 我就不喜歡這個感覺 所以我寧願溫了 然後我設定的時間 可能是晚上10點 我就停手 晚上10點就報劇 或者看電話 就是讓自己放鬆 我就是喜歡這樣 我倒床就睡了 我覺得我可以試一下你這個方法 因為我覺得都是一個改變 因為你接著回來學你是很累的 然後你一睡 你再起床再溫習 就是每個人都不同 但是都是大家想想 我要試一下他這個方法 上次你是不是去了新西蘭之後 就是總結了一個新的方法去留學 其實香港那裡一定可以派到新西蘭 因為香港我是絕對沒有時間溫習 我亦都不需要怎樣做功課 所以回到新西蘭 我是有一個timetable給自己 都是拿完才休息 這個就是我一向都是這樣做的